爸爸买一个 Mac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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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这个 这个 华为PaperMac Edition 晶晶晶晶晶 哈哈 现在的家长都很烦恼 要给小朋友玩电子设备 可是又怕伤害到他们的眼睛 那么我们要怎样去选择一个 不伤害眼睛 然后又可以让小朋友 可以更好地去学习 他们的东西 就可能说上课用 复习用 还是去学习一些新知识 网上才可以获取的 目前只有平板 是比较适合 毕竟屏幕比较大 首先我们先了解 有几种原因 会伤害到小朋友的眼睛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华为MacPad这一次 它有更新在什么地方 什么因素 会减低小朋友的视力 首先就是光骸 反黄镜光 这些灯光照着屏幕反射出来的 光骸 蓝光 就是通过屏幕散发出来的蓝光 还有闪屏问题 也就是PWM秘密 这三个因素 都是主要会导致 小朋友的眼睛间接性 影响视力降低 那么蓝光 护眼 跟闪屏 现在的设备 都已经被普及了 很多设备 都有这一项技术 所以在护眼方面 都达到一致的效果 可是偏偏没有厂家 针对 眩光这一个问题 去做优化 而这一台呢 就是目前华为最新的 Huawei MacPad Pepper Mac Edition 什么叫Pepper Mac 也就是 它采用一个 什么青石磨砂什么 那个名字很难背啊 那个名字太长太复杂了 不能拿你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层 磨砂 就像我们一些 Laptop 也是用磨砂瓶 磨砂瓶 有什么优点 首先 它可以减低光害 反光的效果 当灯光直射的时候 我们的屏幕 如果是光滑 Grow C的材质 它反光出来的效果呢 是特别的扎眼 铺光瓶 就弱化了这些光源 用起来你会感觉比较舒服 眼睛不那么累 再加上 你不仅仅是在旗舰 它终于带入到中端屏板 也就是供学生也能使用这种顶级屏幕 这类型的柔光瓶 它上发的光源比较均匀 柔和 久看 不累耶 看久了你都不会感觉 眼睛好像很疲惫啊 很sharp 不会sharp的 它的颜色就是比较柔和柔性的 我们再对比一些 没有柔光瓶的效果 没有柔光瓶出来的颜色 跟眩光 反光就是其中一个光害 导致我们的视力降低 柔光瓶就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 虽然在grossy材质看去 它颜色很sharp 为了保护眼睛 为了小朋友的视力 不会受到影响 当然我们就必须选择这类型的柔光瓶 那么就有观众说 大不如我买一个几百块的瓶板 然后再贴一个磨砂瓶 也是有一致的效果 并不是这样讲的 柔光瓶顶级屏幕 它的光能够这样的均匀 柔和且生动 再加上凡蓝光 每台设备其实都有啊 可能低端的平板 I think 那个是有的 不过可以达到这样全面的 目前也只有 华为Mapad 11.5寸 Pepper Mac Edition 可以达到最极致的护眼效果 柔光瓶是很重要的 有时你这样面对这道Light 久而久之啊 你就会感觉到你一起来 好像有迷茫的样子 好像有多白点在你前面这样 因为长时间被这个黄金光 导致一些视力上的降低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也就因为如此呢 它就有了这两个认证 德国来因无反射认证 还有来因 TUV 无屏闪认证 光是这两点呢 它就可以让你非常有信心的 把它丢给你的小朋友 别担心 它是很耐摔的 因为华为它也有自己专属的平板壳 电框呢也有做了一个防摔的设计 再加上有自己独立的Keyboard 所以你是可以直接Tap在后面 做成一个PC laptop来使用 里面还加载了PC Level WPS工作室 EditWord XL PowerPoint 华为旨在一台平板 还有华为SuperDevice 也就是华为手机 华为平板 华为电视机 可以来回投屏 操作 Drop and Copy Base你的文件 来回穿梭 这个是华为生态 有的东西 当然你也会问它用出的是什么OS Harmony OS 然后用的处理器是 骁龙 Tigen 1 8加256配置 1.5K分辨率 这样的一个阵容呢 其实很接近旗舰 但它不是旗舰 是一个入门级旗舰 也可以讲它是入门级旗舰 它不差 也不算是最高 就是很中上的存在 目前在马来西亚 这款平板算是当中最护眼 无论是用于办公 工作 娱乐 这个价位的级别 应该是最护眼 的平板 不是应该 是目前最护眼的平板 在马来西亚 目前是售价为1999的价格 而且还有赠送 第二代M Pencil 键盘套 滑鼠 全部送到完 总价值1147的礼品 如果你对这个华为 MacPad PaperMac 非常感兴趣的话 欢迎 你可以去到各大华为旗舰店 去了解更多详情 就这样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踏眼镜与点栏 支持明镜与点栏办公关 小双标 支持明镜与点栏 支持明镜与点栏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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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